2024伊兰绿色博览会目前在苏阿武老坑风景区热闹展开 今年主题是地球学院 各展馆以学系为名 其中道听土说系 是结合了农村再生跟地方创生 带领民众深入两个在地社区 双连匹跟朝阳社区 以及了解十位青农的故事 这馆就是可以让我们了解 就是在地的社区还有青年 就是他们想要发展的一些理念 然后想法这样子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年轻人就是回到家乡 然后就是对在地家乡文化农业这方面的相关知识 伊兰绿色博览会道听土说系 这个部分我们主要是要诉说着 我们伊兰在这几年我们推动有机有散农业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礼山社区 以及我们推动的一些相关的青农的一些故事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他们在地方创生努力的一些故事 那给大家一些启发 也能够找到我们未来对地球永续发展的一个解放 农寨计划我们整合了这个 流域共生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计划 那他们都有在我们东山苏澳 这相关的地区都有做一个场域 那我们除了在活动期间我们也会邀请他们来这边做一些讲座 还一些交流的活动 那大家也可以循着我们上面的一些这个介绍 来到他们的农场或者他们的一些商店的部分 来做更这个细致的一个这个体验 另外双连皮地区永续发展协会 从今天开始到4月14号 在道厅土说系掌管 举办了犬香茹精油纯露体验活动 带领大家一起来探索 隐藏在双连皮的香气 体验过的民众都觉得很棒 平常的味道很香 还有人都精神较好 较快乐起来 就是敷面膜啊 然后或者是擦眼睛这样不一样的 本来模模糊糊的 现在知道一点点 纯露的味道是什么味道这样 还有摸起来的感觉 蛮好他好像想要搭个财量 给这个农夫跟消费者 或者是有可能的投资者来接触 这样我觉得这样蛮好 本周我们12号到14号 我们就有双连皮 我们这个社区这边 会针对这个犬香茹的这个 我们的精油的体验 会有一系列的一个DIY的体验 活动相当的精彩 犬香茹是一个 我们宜兰很在地以前的一个 很在地的一种作物 它可以当成废纸粉来使用 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 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 非常的值得大家来细细的一个品味 2024宜兰绿色补览会 道听土说戏 欢迎大家打开耳朵 一起来听听浓于民用产业特色 实践地方创生的故事 而且现在还有许多DIY的活动 都还有名额 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上2024宜兰绿色补览会的官网报名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播导